你现在走到一个地方了 然后发现哇 这里有把枪耶 钓宝 有人钓宝 哇 有人钓宝耶 打CS哦 对 CS不能 谁可以捡枪吗 好久没玩了 阿展不会救我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那我们这集要来请教 这个新出炉的防灾室阿展 如果在战争情境的状况下 民众外出避难 应该要做哪一些准备 然后要注意哪一些安全事项呢 因为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谈过战争发生的时候 如果民众要外出避难 就要优先配合 政府的疏散计划跟路线嘛 对不对 对 嗨 大家好 我又来了 对 我是阿展 对 阿展上了个班的反应 我们看起来还算不错 所以再邀你来 我有通告可以上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刚刚Sherry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战争情境下 大家避难的时候 要怎么注意哪些事情 那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有几个原则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比如说 如果你现在要外出避难 然后特别是要经过一些 交战区域的话呢 会建议尽量是在白天的时候移动 为什么 作福夜出 不是 作福夜出 讲反了 作福夜出是 那是别的行径 那个原因在于说 就是晚上 因为交战状况 你也知道 军人这个时候会特别紧张 那不管是自己 几方军人 或是敌方军人 都会很紧张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看到黑影就开枪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不想要成为 那个被开枪的黑影 对 所以你尽量选在白天 他知道你是 他至少看得到你 知道你是平民 那除非他恶意要攻击你 不然的话至少可以比较避免 自己遭受到误击 或是攻击 那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也是承接 刚刚 其实暂时 大家比较要注意的 就是说你不要成为 这个被攻击的目标 所以呢 你在避难的时候呢 就是要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穿这个 你相信大家 家里面有很多 就是军风 或是迷彩 是吗 大家有很多吗 我怀疑 应该只有某一些 这个卧槽的同事 家里有很多 迷彩风格的东西 对 所以是什么 要穿吗 不要穿 不要穿 迷彩 是不要穿 对 因为我刚想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我家很多 所以 应该只有阿兰家很多 像我家是没有的 不知道某某家 为什么 是不要特别 这个时候穿一些什么 军绿色或迷彩 这个时候 对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就觉得 我要保卫台湾 然后结果你就穿了一个 什么迷彩的衣服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 因为战争状况下 就是部队看到有迷彩的人 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两边都不知道你是谁 对阿 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那他如果说 要又叫你念一些口号 要又叫你念一些密语 通关密语 对 你又念不出来 那你就是等着 又成为那个被开枪的黑影 这样子 所以 所以不要穿迷彩的衣服 制造两方军人的误会 对 尤其 真的想要当兵 你就去当兵 这么喜欢穿迷彩 就去当兵 对 真的 真的这么喜欢迷彩 就是 暂时非得穿迷彩 请到这个 请下各地 国军人才 招募中心这些 对 所以不要穿迷彩 或者是说 军绿色的衣服 或者是军风的这些 其实也是一个重点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因为在避难的状况下 其实你会有大量 需要步行的时间 尤其在战争的状况底下 其实不建议开车 这之前有提过 那步行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方式 那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 脚不要受伤 那当然就是一方面是好穿 再来就是说 可以在各种路况 或是可以避免 被穿刺的鞋子 像是什么登山靴 或者是健行鞋 这些比较坚固的 这些鞋子 就是鞋底有一定厚度的鞋子 比较适合 对 这个我记得阿展 好像其实也有一些 亲生的经历的故事 可以分享 当然知道交战 或是大型灾害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很多危险的物品 散落 有可能抛弹的碎片 铁丝 玻璃的东西 踩到 如果你穿那种夹角 都很薄的那种鞋子 你看踩了 就会刺到 你就会受伤 阿展之前有分享过一个经验 他亲生的经历 对 就是我有一天去买猫飼料 然后走在路上 就突然这剧痛 为什么 因为我低头一看 哇 那个施工的人 把那个铁丝乱丢 丢到地上 然后我就中招了 我是那种很粗的 我都知道阿展有分享照片 这种粗的 可能要绑那种 大型帆布的那种铁丝 没错 就是那种 就是你觉得很痛 然后看着你的脚 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会看到 所以当时你有穿鞋吗 当然有 但我没有穿所谓的 我们没有穿这边讲登山鞋 或者是比较坚固的鞋子 我就是一般的这个运动鞋 而且你那个鞋子磨得很薄 因为有给我们看到 所以大家这个定时更换鞋子 还是有一定的必要 不要像我们有一些这个 节目常态的主持人 就是很喜欢把一双鞋子穿很久 也就是 是我吗 对 萌萌这样 所以说 其实这样听起来 因为甚至在平时 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都可能会发生过这样的危险 所以真的 我想说 如果真的在战事的时候 这个应该会 会有更多这样的 不确定性的一些物品 掉落在路上 而且你可能要移动的环境 又不是所谓的 一般的道路 像间 甚至山林 或是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没错 可能更多你无法 掌握的一些东西 在路上 真的踩到 就会受伤 所以一定要穿 够厚的鞋子 对 而且大家知道 穿鞋子有个原则 就是你现在就开始 把这些鞋子准备好 平常都拿出来穿 新鞋就是会吃 吃脚 你这样就给很多人 买鞋子的理由 对 做很好吗 对 我这也是一个 就是因为你就是要舒适 那你一个已经使用过 在状况良好下的鞋子 其实在真的要需要他 长期行走的时候 是有帮助的 而且你也比较习惯啦 就知道该怎么样 但是大家不要买那种 军风军靴 这样的感觉 就是到时候就变成说 看你这个人 看起来是不是军人卫装的 到底会照不必要的麻烦 军靴其实也不是太舒服 对吧 看那个样子 虽然我没穿过 但看起来应该不是 符合我们建议的条件 没错 对 好 所以请大家好好 这个日常在做一些准备 那也包括 平常就注意鞋底的厚度 也对自己平常的 这个安全保障 是有帮助 就出门检查轮胎一样 对 轮胎的胎稳 鞋底的厚度 路上的铁丝 刚就讲到 就是鞋子的选择嘛 然后还有你要在白天 他安全的时候输入 那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路线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有提到 就是说会有 政府开辟的安全路线 那如果说 必须要自己找路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办法走 这些路线 就是政府开辟的 安全通道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 自己找到一条安全的路呢 首先你要避开一些军事设施 或者是容易成为 攻击目标的 什么政府机关啊 等等 比如说总统府啦 什么 地方的 还有什么 欧槽的办公室 欧槽办公室 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吗 因为在总统府房间 这样子 对啊 除了总统府之外 还有什么政府机构 是建议大家要避开的 除了总统府之外 其实依乌克兰 现在战争的经验来讲 其实地方政府 都有可能成为 被攻击的目标 比如说桃园是政府 台中是政府 这样子 就是希望 瘫痪基本的 指挥是有一定的层级吧 那到地方政府 也是有一定的指挥层级啊 他需要去负责一些事情 那他们 如果从你的基层去攻击 那就是 瘫痪你社会 基本的任性 对 是一个目标 阿赞讲到这个 让我想到 我们前几集有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关键基础设施 就你日常生活 就是事以为常的 什么水啊 电啊 网路啊 或是甚至一些重要的 变电所啊 变电所啊 一些什么重要的 通讯的设备 那些设施等等的 这些感觉 这个很容易在战争的时候 成为集训重点的目标 所以你不要移动 就比如说 A点移动到B点 那边有个变电 我身边绕去看一下 千万不要 会有人这样子吗 只有要提醒你吧 担心你会做自己 你可能在想象那个路径 在练习 或者在地图规划的时候 叫做说 那边可能是一个 高风险的地方 如果能够绕开 能够避开 就尽量能够避开 除了路线中 如果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 要小心避免遭受波及之外 其实还包括说 如果路上有遇到军队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就不要闯进去 这个军事队伍里面 不然的话 就像前面讲的 你要变成黑影的 因为被人家开枪 又觉得你来干嘛 你是谁 看到一堆大军队的时候 就说你好啊 你好啊 阿龙哈 我们前进就有讲到 建议大家尽量远离 就是说你远远看到军事队伍 其实是远离比较好 不要造成 就算是自己的军队 也不要造成困扰 不要造成人家困扰好吗 这样的 对 没错 还包括说 在一些城镇 因为战时的城镇环境 其实有的时候 会变得非常恶劣和险恶 包括说 可能有些建筑物在燃烧 或者是 有一些严重的建筑物 受到破坏 它会凋落什么东西的 那这些也都是 你在选择路线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维护自身安全为主 这样子 就不要这个时候 要享受到跑废 这样子 去拍一些破坏的建筑 不要做这件事情 跑废 可以解释 要展开跑废 不用解释 真的吗 大家都知道吗 不是 因为听得懂的人 才需要建议 就是听不懂的人 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就是要远离 这个受破坏的建筑物 其实平时也是一样 就是大家好像觉得 什么受破坏的建筑物 或者是什么 正在维修这个工地 好像很酷 正在燃烧的建筑 好像很酷 不要做这件事情 不要做这件事情 不要制造自己 跟别人的危险 这个时候不用 就是可以去拍照 还要上传IG 不要做这种事情 然后还包括说 就是说 你在走走走的过程之中 好 你现在走到一个地方了 然后发现 哇 这里有把枪 钓宝 有人钓宝 哇 有人钓宝 哇 打CS 对 CS不能 谁可以给剪枪吗 好久没玩了 好 阿宅赶快救我 哇 我看到一支 这个LV14的AK47捕枪 哇 我好想剪 哇 我认得那是什么枪 好得意 我会用 哇 这个弹架 我会 千万不要剪 拜托 千万不要剪枪 对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剪到一把枪 如果有遇到坏人 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 而我身上宝不够 我可以拿这把枪去做什么事情 或许有人会这样想 但是你剪枪的后果就是说 一样你被军人看到 他第一个就会觉得 你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有枪 那当然 而且是敌人 或是我方的军人 可能看到你 都会觉得是敌人 对 而且毕竟台湾不是美国 所以一般来说 大众是不会有枪的 对 因为美国的话可能状况不一样 对 美国路人都有枪 菲律宾也是 你不应该有枪的啊 这样子 对 然后不管 你不应该有枪 那你有枪 结果就是他先开枪 他先让你变成 没有攻击能力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一般人没有受过枪支训练 那枪支训练 还是有一般的程序 和比较复杂的安全措施 需要遵守 所以如果拿到枪之后 有些人就会 我会用 我会用 然后你发现后座力太强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而会有可能伤到自己 或自己人 对 那我们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这个 做这个 类似像防弹衣的朋友 他们就是 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因为乌克兰有需要 把他们送了一些物资去 然后当地的军队回报说 我们这个东西呢 有一些受损了 需要你们维修 然后拿回来维修的时候 发现避弹衣 重弹的点 都是在背后 为什么是有人故意打自己 想办 不是 是因为他们打不准 好可怕 这故事还有工作 另外一个重点是 不要站这些人 是这样子吗 不要站后面一点 小声音后面 对 所以就是 对这个枪支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我们还是 不要轻易的去碰它 这个故事我觉得值得多说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 我记得是发生在 最早就是 俄罗斯刚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有一阵子是对 成年男性或是成年人 就直接发枪 对 不是说真的有经过完整训练 就直接发给他们枪 你可以枪来 收尾自己等等 所以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是没有经过 完整训练的情况下 有一定的枪按子弹 那可能就会出现 刚刚说 就有点像刚刚所说 你没有经过军事训练 你现在有一把枪有子弹 那到底是受伤的会是敌人 还是自己 或是自己的家人 很难讲 很难讲 对 所以那个其实是危险的 是需要训练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枪的时候 绝对不要乱捡 然后再来就是跟枪有关系 像炮弹 或者是有看它一个圆圆的 长得像巴勒的东西 或者是长得像 巴勒 巴勒好老 不要不要讲这个 说丢巴勒 哇 我一点都不高兴 我听了懂这个笑话 总之看到各种不明的物体 对不明的物体 然后尤其它有 像是金属壳外观 然后又有点像炮弹形状的 就是不要碰 然后赶快远离现场 那主要就是要打电话 或者是去通报军方或警方 来做专业的处理 绝对不要自己去翻它 这样子 很多这种 就是像是就喂爆弹 长期喂爆弹 而且我记得 其实这个长发从越战 或者这是乌克兰 俄罗斯都清乌克兰战争 又发生 就是那种类似叫做鬼雷这种东西 那喂爆弹相对好理气 就是它射过来应该要爆炸 总统原因可能没有失灵 没有爆炸 但是你失灵 你只会摸一下 你就成功治愈了它 然后它就爆炸了 这也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动它 那鬼雷我觉得这也是比较 尤其在都市战场中 这种常发生 另外一个对平民杀伤很多的地方 对 就是这个可能会把一个 类似比如地雷的东西 可能埋在一个人的尸体 或是一个 看起来很有趣 或是一个很特别的物件的下面 你如果把它搬走 你不要把人搬走 你把这物件搬走 它可能就会地雷 或是炸弹就会启动 就把你炸上 放在金块下面 金块 放在一也是iPhone 这成本也太高 对对对 除了iPhone15下面 出了吗 iPhone15的壳 的盒子 盒子的话成本就比较多 盒子盒子 就好击喔 对 我刚才你讲说放金条 我想说台湾还有另外一个 你也不要乱捡放红包 你也不要乱捡 这类似的概念 那是另外一部 另外一部电影 捡起来你可能 这也是明昏的 算了不要 我不要乱讲话 到另外一个话题去了 对 真的 路上的东西不要乱捡 对 平时和战士都是 对对对 没事不要乱捡地上的东西 对还是要交给专业来出演 然后还包括说 你在移动的时候 会有一些状况 包括突然这个防空警报响起 或者是突然说 你附近刚好有军队要交战 然后停到那个墙站 啪啪啪啪啪啪 或者是炮弹等等 这个时候就是赶快找安全的地方 然后趴倒或倒 然后等到攻击停止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炮火比较小的时候 就赶快去那个 有一个掩蔽的建筑物 然后去做这个躲藏 或者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这样的地点 如果选择的话 因为台湾其实 目前建筑大多是钢筋混泥土 其实你只要在一个完整的钢筋混泥土结构的建筑里面 大概都能够保护一定的安全 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说 要去这些地方躲好 确定外面的攻击结束之后 再继续你的避难的这个路程 我们前几集有聊到建议大家躲在第二道墙后面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回去 如果还没有听过这一趴的朋友 可以再回去听我们的节目 有这个第二道墙相关的避难建议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的原则 那如果是一家人 就是大家要一起避难的时候 有小孩跟长辈同行 有没有什么额外建议大家要注意的情况 这个其实就在一群人的状况底下 有老人小孩 每个人的行动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就是有点像是这个小时候要上学 或者是说这个 大家要一起出去某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组成一个路队 那在这个路队里面呢 就是周西路线的成年人就在前面带队 那最重点是要有另外一个人在后面压队 一样是这个状况比较好的成年人 那主要是让这个中间行动力 或者体力比较不好的长辈 他们在走的过程 有人看护着他们 或者是说 或者小朋友会飘走 对对对对 后面这个就负责把小朋友 就说你不要过去 把他叫回去 这个队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另外就是说我们走的路程 如果说比较长的话 其实应该小朋友和老人家体力比较不好 其实会比较需要多休息 所以就要设定一些中季的休息地点 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你就要去思考说怎么样的休息地点 是比较安全的 可以让大家在这比较有动乱的过程中呢 是有一个暂时安全休息的空间 再往下继续走 所以这个就是都可以去思考 我在想象这个情景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如果大家年纪比较相仿 也许比如说20岁30岁 或者是40几岁 可能大家还是 还在这个所谓的青壮年的时候 大家可能有自助旅行 一日入城 我可以徒步走多久 我可以不用睡觉 我可以睡车站 可以睡哪样 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是自助旅行 你是带长辈或小朋友出门 像我们有些同龄的朋友 就会讲带长辈 或是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出门 你就不能够再安排这样的行程 你每天可能可以去七个点 没有 你现在只能去两个点了 就是你的安排行程 大家如果你是家庭人数比较多的话 你真的要设定一下 并不是每个人的体力都能够 就是要这个一天走七十公里 不大可能 你就要去规划 因为你必须要考虑到 每个人的体能状态不一样 所以设定 A点到B点之间 你可能要想要 一个中继的休息站 让大家彼此调节体力 不然就是 你可能自己把自己人超死 而且不只是老人小孩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个多人 就算同龄的人一起移动的经验 就会知道人越多 现场就越失控 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可以走的速度 四个人的时候就会变慢 人越多就越慢 一个人走可以走得远 但是不对 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快 但是一群人走可以走得远 我不是很确定 但反正大家如果有这个一起旅行 比如说员工旅游 或者是什么 宿营之类的经验 你就会知道 我怎么要提员工旅游 因为刚刚员工旅游回来 我只是随便决定 不是因为现在大家成年人 可能离这个宿营有一点远 我怕大家已经忘记 那是什么感觉 总之人越多 现场越失控 所以你就要先想好说 中间可能需要有一些中继站 然后前后要有人 看前看后 后面有人压对面 都有人掉 等等的这样子 对提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移动 因为如果要设中继站 那突然你就想到一个情境 这个会不会跟 有点像是到什么山上 或野外露营 户外求生中就很像 阿展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建议 可以 这个跟到山上露营 如果说在平地移动 那有平地移动的准则 那如果是说到山上 或野外避难 就有些人会觉得 我现在在都市里面不安全 我要往山上走 这种类似像我们 其实你有去 如果大家有登山 或户外活动的经验 就会知道说 你到山上要准备的东西 其实是更多的 你认为山上有三泉水 好像可以喝 还是三泉水是要过滤 那你也要知道说 你觉得山上有野菜可以吃 你也要知道说 哪些野菜可以吃 不然就像国外 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 然后有一个人 采了一个香菇 然后在野外 采了一个香菇 然后呢 听起来是有趣的故事吗 是可怕的故事吗 不是说 他客了什么 我也要来一些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对 但他达到的效果 一样是让 他让人 让他的朋友上了天堂 但是是误语性的 就是诞成的上天堂 没有回来 不是只是飞一下而已 不是mental的上天堂 那是物理性的 就是physical的 就真的去天堂 所以对 那你也要知道说 哪些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吗 野外的环境 然后蚊虫 如何防护 或是有蛇 等等 所以他会有更多的病 这些也想到一点 就是大家可能平常 因为我们有时候 跟大家讲说 准备景气冰冷 保持会提到说 保暖 大家可能一般想说 大多数台湾的情境 也要把它热到热死 真的需要保暖吗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到了 也许海拔比较高 不一定是你真的跑到山上 也许你原本居住的空间环境 就是比较海拔高的地方 也许需要避难的时候 需要在户外过夜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夜晚的时候 而且你可能 也许没有保持干燥 或是有下雨 可能淋湿啦 以台湾的状况 还是要想骂 下雨淋湿的几率 这个也是野外 或者就是在比较山上的地方 你可能会需要碰到的情境 所以这个都是 需要去多做一些思考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觉得 对比较不一样的避难方式 或者说大家觉得 对避难方式 有很多不一样的想象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说 像有很多民间的团体 其实有在开办相关的课程 像壮阔台湾啦 或者是说像 台湾民团协会啊 等等之类的 那大家就可以去 他们的那个课程中 多做一些学习 至少如果说你真的 遇到要需要去野外 或者是到比较 非都市地区 防灾避难的经验 或机会的时候 你知道你才会知道 你到底该做些什么 野外求生的这个经验 或知识相对要学习之外呢 在避难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难免会受 一些小小的伤 那或者是说可能在 因为那毕竟是一个 战争情境底下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伤害会造成 那你会需要知道 如何包扎 如何止血 如何做CPR等等的 我们也建议大家 可以去参考一个频道 它叫做安妮怎么了 安妮什么了 安妮对 就是那个安妮 安妮are you ok 安妮are you ok 那个安妮怎么了 CPR的那个安妮 对 那安妮怎么了 就是这个网站的名字 安妮就是CPR代字没有错 它里面其实就是在做 相关的急救医疗的教学 而且它有很多详细的解说 我们在做手册过程 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尝试着要把 比如说如何包扎写清楚 但发现这是一个 非常难写清楚的事情 因为它很需要画面 不然你用文字跟别人讲说 这边哪里绕一圈 再经过手肘 再绕一圈 听不懂 看不懂 无法操作 对对对 或者是说 它现在什么失学状况 你要怎么样去直学 那你不知道如何去实作 没有看过那个画面 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该如何去操作直学代 或等等相关的直学器材 所以这个网站就提供了 很多这样的专业知识 那这其实不一定是 遇到战争的时候的情景 就是我们平日 可能日常生活的灾难 或一些灾害或伤害 等等都用得上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 一个很好的资讯来源 好 那相关的资讯 我们也都会放在资讯栏 再请大家参考 那上一集 阿展就是跟我们分享了 政府开设的防灾室的培训课程 那还有刚刚提到的 民间自办的专业避难 跟急救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我们比上一代 更幸运 可能是这个年代 有更多管道跟资源 可以取得这些相关的知识 然后渐渐的 其实在教育层面 应该也是有做了一些修改 所以在战争 或者是急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透过这些资讯的准备 我们可以更知道 怎么保护自己跟家人 那如果听了我们 今天跟上一集的介绍 想要了解 或者是加入防灾室 培训的话 阿展建议 我们可以去哪里找资料呢 这件事情现在是这样的 我一定要亲一下喉咙 就是呢 听起来不妙 对 是的 他原本有一个 防灾室的专属的网页 那他会介绍 就是说防灾室做什么 以及你要去哪里报名 等等的课程的连结 但是他们这个网站呢 现在正在做维护 所以基本上呢 你是看不到任何资料的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 他维护室 他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对 阿展人很nice 他是为了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 防灾室2.0 就是政府在规划 防灾室2.0的相关的建制 就是进阶防灾室的课程等等的 他们是为了这个做准备 那如果现阶段 大家想要知道 或了解 防灾室的课程哪里有开 建议呢 大家直接到 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学会 我在那边 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学会 这个学会的脸书 那他的脸书呢 就有 有在每一个县市开课的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到上面去找到你的所属的县市 最近近期有哪些课 有哪些防灾室的培训课程 在开办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 除了我们民间这么用力推广之外 那我们的政府部门 内政部也应该多多加油 我们一起就是把这个 用更多元的管道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防灾室 或者是更多防灾和灾难 预防相关课程的这些资讯 真的 我看我们这样每一集都在那边帮忙政府推广这些东西 欢迎政府的朋友们 如果听到相关系 就愿意这个支持 我们做更多的推广 欢迎来公文店 都没有拿钱 然后帮政府推广 但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们相信这个事情重要到政府就算 也许有做 或是也许做的不够 总之我们民间的团体 自己不能够停下来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做 所以我们本来握手 也是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的议员 我们现在这几年都在推广所谓的社会认性 因为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有足够认性的话 我们增强自己的防徽力 我们可以增加中国 我们的敌人 攻打我们的成本 而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做好这些准备 传递这些知识 让大家都有基础的概念 并不是在倡导战争 反而是一种和平 抵御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一个宣导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备战才能止战 你一直避战 其实是让人家更容易期待你头上 对我们也相信 如果大家都有相关的 只是整个社会越来越任性 越来越能够自我保护自己的话 敌人就不敢那么容易入侵 所以不只是国防武器很重要 台湾自己的民间力量的强大 也可以成功的抵御中国 对我们的不管混合战 舆论战这样的影响 或者是大家对于这种 社会集体秩序的一种想象 就如果很容易被破坏 比如说有盐巴 或者是什么蛋啊 卫生纸啊 就很容易躁动的话 那对中国来说 其实就是相对好操控的一个社会 真的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关于平民在战争中的应对方式 这个主题 下一集我们会来聊一下 战争情境中的心理调试 那这个部分是萌萌的 专业守备范围咯 好请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 下一集萌萌会 跟大家分享很多 心理相关的知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那就今天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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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